自古道 吉人自有天相 何为天相 一经中有名 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从表面上理解 有天相助 有天相佑 自是大吉大利 无往不利 实际上是做人做事 要符合天道 才能有自助者 天助之的天相 何为吉人 做到这三点 可以说就是老天眷顾的吉人 向上而行 老子说天道无亲 常于善人 一经里也说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为什么人要向上而行呢 我们看善字本身是两个羊头一个口 羊是吉祥的象征 所以善本身就有吉祥的含义 向善即是安己修身 寻天道 那吉祥 正所谓一日行善 福虽未至 或至远矣 一日行善 或虽未至 福自远矣 所以古人是福由心造 只有心怀善念 才能广众福田 善良是我们人心里的准心 宰相流落锅里有句歌词 天地之间有感称 那称陀是咱老百姓 这句歌词写得多好啊 完全符合天理和社会发展规律 从社会学意义来讲 善是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正面意义 正面价值的意识形态 所以全人类都共同遵守这一道德标准 作善人就是在作吉人 太上感应偏有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又止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位之 所作必成 神仙可祭 欲求天仙者 当力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 当力三百善 由此可见 为善者天又圆尽 福禄相伴 吉祥远令 善是自我修行 俗话说善行不必人见 善行自有天知 人在作 天在看 善因众善果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佛家说回头善 善就是一方趴实的彼岸 心存善念 视为基福 多行善局 视为造业 常为善人 视为吉人缘 一个人心存善念 多行善局 广结善缘 那么人生之路 一定会越走越宽 千千君子 一经所有六十四卦中 唯一六摇全集的卦就是牵卦 牵卦上说 千千君子 卑以至目也 有一个谦卑的心态 能够时刻自己约束管控自己的言行 这就是千道 事事无常 人这一生会面临很多艰难显著 要想善始善终 有个好结局 就要谨遵千道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阻碍 只要谦虚礼让 放低姿态 懂得委屈求全的道理 凡事都能化解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除众人之所物 故济于道 谦卑于下 正如水之善流 利他而不争 不争则无人与争 少了世间纷争 如是自在 安得一方 岂有不及之理 尽管表面上看千有一点 必是之嫌 但他实为入世之道 于天地而言 天之道千下 向下寄住万物之生长 而大放光明 地之道悲退 低处卑微 而让万物心心向隆 于人世而言 大族以守天下 忠族以守其国家 敬族以守其身 所以说君子要谨记 满朝筍 千寿以 古往今来 大德之人 必有千德 因为谦卑 所以平易近人 因为谦和 所以受了爱戴 因为谦让 所以有好人缘 人心细于人缘 得人心者 如于得水 天地又不平 人间有吉凶 唯有奉行千道 做千千君子 才是长久之计 自强不息 年轻的亚洲夫妇 屠布攀登 喜马拉雅山的顶峰 人们互相帮助 在日初时 屠布登 伸出援手 攀登 羊 一经前卦有言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人事臣服 如电光石火 圣衰起伏 变幻瞒测 有时运不济 有旦夕或福 如何面对无常 如何过此一生 前卦告诉我们 自强不息 人生而不平等 有的人含着金钥匙 有的人赢在乞讨信 如果你此事抱怨老天不公 那可能就真的不公平了 实际上天道循环 众生皆平等 这里的平等 是指宏观意义上的平等 没有人能超越生死 没有人能一天而行 还是回到开篇那句话 至天又止 极无不利 依寻天道而行 自强不息的人 才是受到上天眷惑的人 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 越努力 越幸运 这世界上没有捷径可走 因为任何值得去的地方 都没有捷径 要想皇天不负有信任 要想有智者 是进城 唯有自强不息 少一些抱怨 多一些理解和行动 不做宽客 做躬身入居者 向上而行 谦卑自目 自强不息 你才会成为自由天象的吉人 在遥远的东东 有一对年轻的亚洲夫妇 他们怀揣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挑战的渴望 踏上了贪登喜马拉雅山顶峰的征途 这是一场与自我对话的旅程 也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探索 他们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场身体上的考验 更是一次精神上的犀利 喜马拉雅山脉 这个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 以其高耸入云的山峰和极端的气候条件 吸引着无数勇敢的探险者 这对夫妇 带着对未知的好奇和对自我的挑战 开始了他们的徒步攀登之旅 他们的脚步坚定而有力 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 在攀登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 人们虽然语言不同 文化各异 但在这座神圣的山脉面前 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征服顶峰 体验那种站在世界之巅的成就感 在艰难的攀登过程中 他们互相帮助 共同面对着高海拔带来的呼吸困难和极端天气的考验 每当日出十分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 照亮了整个山脉 所有的登山者都会停下脚步 共同见证这一壮丽的景象 那一刻 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为乌有 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自美的深深赞叹 和对生命力量的无限敬畏 《易经》中的潜挂有言 天行鉴 君子以至强不息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哲理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 但只有那些不断努力 不断超越自我的人 才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前进 不断成长 人世沉浮 如同电光石火 甚衰起伏 变换难称 在面对生活中的无偿和挑战时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度过这一生 前卦告诉我们 要自强不息 这意味着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应该保持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不断地提升自己 不断地追求进步 在这个世界上 人生而不平等 有的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有的人则需要从民开始奋斗 但是 如果我们因此而抱怨命运的不公 那么我们可能就真的失去了公平的机会 因为 天道循环 众生皆平等 这里的平等 是指在宏观意义上平等 没有人能够超越生死 没有人能够逆天而行 因此我们应该回到开篇那句话 自天幼直 极无不利 这句话告诉我们 只有那些一循天道而行 自强不息的人 才是真正受到上天眷顾的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越努力 越幸运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洁净可走 因为任何值得去的地方 都没有洁净 要想皇天不负有心人 要想有智者 事进城 唯有自强不息 在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过程中 这对夫妇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 他们知道 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 才能够达到屏分 他们也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需要少一些抱怨 多一些理解和行动 他们不做抗坑 而是选择成为公身入局者 亲身体验和面对所有的挑战 在攀登的过程中 他们学会了向上而行 学会了谦卑字幕 他们知道 只有不断的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 才能够成为自有天象的吉人 他们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励志的电影 激励着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攀登喜马拉雅山 不仅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在攀登的过程中 这对夫妇学会了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无常 学会了如何在困难面前 保持坚定和勇气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只要我们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 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达到我们的目标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些挑战 就像是一条条蜿蜒曲折的道路 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远方 他们或许充满了困难和艰辛 但正是这些挑战 塑造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性格 当我们在逆境中成长 变得更加强大 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一对夫妇 如何通过面对挑战 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这对夫妇 我们暂且称他们为约翰和玛丽 他们的梦想是攀登世界最高峰 喜马拉雅山 这个梦想对于许多人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对于约翰和玛丽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 更是他们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挑战 他们知道 要实现这个梦想 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但他们也相信 只有通过这样的挑战 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 才能够体验到生命的丰富多彩 在准备攀登喜马拉雅山的过程中 约翰和玛丽遇到了无数的困难 他们需要进行艰苦的体内训练 学习攀登技巧 还要面对高海拔带来的身体 不是每一次训练 都是对他们意志的考验 每一次挑战 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了攀登的决心 他们知道 只有不断地挑战自己 才能够接近梦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翰和玛丽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充分 他们开始攀登一些较低的山峰 以此来测试自己的能力 并且积累经验 每一次攀登 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每一次成功 都让他们更加自信 他们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励志电影 激励着周围的人 也激励着他们自己 终于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和准备 约翰和玛丽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 他们抬头望去 只见那座巍峨的山峰直插云霄 仿佛是天地间的一道屏障 阻挡着他们前进的脚步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这壮观的景象所吓到 反而更加坚定了贪登的决心 他们知道 这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壮举 一次真正的挑战 贪登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他们需要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下前进 需要在陡峭的山壁上寻找落脚点 还需要在缺氧的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 每一次呼吸都是对生命的挑战 每一步前进都是对自我的超越 但是约翰和玛丽并没有放弃 他们相互扶持 相互鼓励 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贪登的过程中 他们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 有一次他们在攀登过程中遇到了雪崩 差点被埋在了厚厚的雪橙之下 还有一次 他们在一间攀登时 差点迷失了方向 但是每一次遇到困难 他们都能够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相互的支持 化险为夷 终于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努力 约翰和玛丽站在了喜马拉雅山的顶峰 他们俯瞰着脚下的云海 远处的全山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他们知道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生命中的壮举 他们也知道 这次经历将会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 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机会 用它们来提升自己 用它们来丰富我们的人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迷途中 不断前进 不断成长 都不断成长